整裝待發, 重新出發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行運現在一條路 刀槍不入 百毒不滄 花樣文化, 再遍初下 周遊世界, 奧牆太雨 原來過新年2022 想知道運程就先準備你的八字 馬上進入這個網站 輸入你的陽力生日 就可以得到你的八字命盤 任人運程分析, 馬上開始 按加入原來過新年 有問必答, 觀眾互動群組 在節目播出期間 專業的玄學顧問團隊 會在群組裡準備 即時解答你們的問題 原來過新年 這集我們想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這個人際關係 很重要 對, 在過去十幾個月 你覺得跟人的關係 距離是疏遠了還是親密了? 其實我覺得是親密了 因為以前經常飛, 現在多時間了 雖然沒有見面 但是現在有Zoom Call 對, 這個真的是 因為我們邀請很多朋友做訪問 又要度期,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但是現在比較方便 大家都在 對 甚至乎 就算你不出來聚會也好 可以Zoom 聚會 對 我記得去年你說過 E Gifting 我記得頭一段 有很多E的禮物 人家訂了就送來你家 對, 訂了就送來你家 很多 收到很多 通常都是食物 但是也開心 很多送給你 對, 你也有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維持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好, 來到現在這個社會 又有另一個現象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信任 如果我要跟你拆口罩 坐在一起吃火鍋 你必定是我要很相信的人 也要做試驗 吃頓飯也要試驗 吃頓飯也要試驗 隔了一天, 幾個小時沒有見 也要試驗 你怎麼知道幾個小時有甚麼事 最好處是甚麼, 你問我 你奇門遁隔 你不能算他有事嗎 對, 這是好問題 一小時, 怎麼知道誰是 在那個時刻 這樣很麻煩 吃飯之前, 坐下開奇門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逐漸回到一種 所謂的新常態, 正常生活 人際關係很重要 譬如你要去找一些內部見的人 或者你想令到你的工作上 或者生活圈子上有改善 有進步的教訓 人際關係很重要 其實在風水上 即是今年的飛星風水筒 它的功位是一樣 但是用法有點不同 通常說話的技巧是重要的 就像我坐在那裡那樣 我好像有肚子 實際上是沒有的 加這個字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些人生出來就比較聰明 有些人就要練出來的 如果你想練的風水能否幫到你呢 原來今年可以 西方的工位就有對掛 對掛是代表說話的技巧 當然不要只坐在那裡 要練的, 對吧 你現在可以在網上練 或者叫人練 總而言之, 西方的工位是讓你去修行的 雖然你說出去可以看到人 但是你現在做銷子很重要 如果你是說話, 你不會說話 你賣不到東西的 那就找不到食物了, 好嗎?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如果人緣 除了你表面要漂亮來說 有些人是未必做得到的 生出來這樣, 這樣就沒辦法 那怎樣做到呢? 原來文昌星在東南偉 在文昌星裡面, 讀書, 好嗎? 現在讀書是什麼呢? 就是上網自己做資料 是網上資料資料的 就不像我們以前真的要翻書題 去圖書館 去圖書館 記不記得了? 去圖書館 記不記得了? 去圖書館 去圖書館 以前的方法是這樣, 現在改了 所以你在東南的位置 就做自己的資料資料 在網上要多讀幾多科 這個就是第二個方法 這樣認識人是怎樣認識呢? 認識人的質素要高 一定有這樣的知識, 或者幫到你的 這樣你出門如貴人 今年北方, 這個100星就是貴人星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個位置去做資料 就是資料資料資料 時間到其中心是你都要做資料資料 對嗎? 總之有很多網上的事情 你們可以看到別的資料資料 好啦, 大家要記住 西方… 只好西方要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訓練自己的口才 記著 線下和線上的溝通技巧 同樣重要 還有東南位, 提升自己的智慧 北方亦要去做資料資料 那種叫做資料資料資料相關 人背後檢查 背後檢查 如果家中這三個方位都用不到 那怎麼辦? 通常在這位置你可以用水 東南可以用水, 北方也可以建水 有些人破壞或者用不到 或者工人房是北方, 那怎麼辦? 在屋小拿花瓶就算了 花不需要放進去, 放水在裡面 不是花的問題 不是花的問題, 是水的問題 當然記得換水, 如果不換水怎麼辦? 有問題 換錯了, 那就不好了 這樣用水, 水可以吹動這個吉星 你形容的眼神是這裡像雪櫃的人 不僅如此, 還有一個弊病就是什麼? 他開口夾著你, 經常得罪人 就是說你看到這個樣子 明明有肚子, 說我有肚子的人, 是嗎? 但他還以為是雪櫃 在這年內, 雪櫃… 怎樣去改善他自己 令他自己的人際關係 這些不能夠 我幫你, 你不是… 是大師嗎? 起碼先化了一個鬥牛煞 今年口蝕的星在東方 你不要以為這顆星是沒用的 但既然有這種人 他依然應該是動了這顆星 或者這顆星已經自動輸了 所以他不斷得罪人 現在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不要亂說話 否則在網上被人圍繳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化了這個所謂的口蝕星 以前就要用火 如果你放一個蠟燭在這裡 怕你會燒著東西 可能你會用電子的蠟燭 也是熟火的 這東西就幫你化解這個所謂的口蝕星 但是如果你既然是這樣 把整個蠟燭插在頭上 就已經解決這個問題 他自己叫底 溫馨提示 尤其是你在社交媒體 非常活躍 有很多意見的話 第一,我們小心點說話 第二,就是東方化了那個煞 哪個變成回來沒有問題 解決問題才會開心 對眼睛已經… 雖然今年我們不可以走方大街小巷 去收集大家的問題 但是有科技的 可以傳視頻來的 今集說一說 跟因緣或者人際關係有關的問題 看看這位仁兄 嗨,大家好 就是我本身單身有點久 想問一下 2022年的愛情運 是如何 他是情人之生日的 應該是很老命的 是,不一定的 認識別人 很多人就以為 要找本身的桃花運 其實這件事是不對的 你還沒認識別人之前 是你的朋友 所以一定要看朋友的高位 就是你的年齡的生肖 那年齡的生肖是屬鼠的 鼠沒有什麼桃花星 這麼年 就是說,其實今年是一般的 如果你要認識新的朋友 給這些人緣 但是你可以認識舊朋友 所以在你舊朋友之中 那些很多年沒見過的 那些找出來聯絡 可能有機會 前度算不算數呢? 是 好,下一位 因為接下來我會結婚 我想知道我的婚姻狀態 會不會有很多問題 以及挑戰等我去面對 將要結婚 但是又很怕接下來… 有很多問題 對,有很多問題 其實有得結婚就快點結婚 對吧?這些人 你又在那邊拖來帶水搞什麼呢? 那有沒有問題呢? 確認有問題 誰結婚是沒有問題的 解決問題才會開心 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你不去解決 那就長期有問題了 好嗎? 你結婚的動作 其實它不是一個結果 對 它是一個開始 對,再看八字 熟蛇 出生的月份就是海月 就是熟豬的月份 豬和蛇已經雙沖了 今年還來過虎 自己本身已經有合、有型 問題是有的 問題是出於哪裡? 因為是你八字拿出來看 就是在你那裡出現 小句聲就搞定了 不叫你忍 就是你沒有那麼多意見 不要一點點那麼多 就覺得人家要弄得你不開心 不需要的 你當看不到,當沒有一件事 不要那麼緊張,肯定沒事 明白,好 好,Next 蘇想問問你 我什麼時候可以拉上天窗 兼我的正財運和偏財運怎樣 好,阿J什麼都想要 什麼都想要,正常 熟雞今年好,對吧? 今年它又是皇帝星 梓星,又是隆德星 如果你是肯做多一份工作 做多別人的領導 好嗎?就是做一個添煉 有這樣的機會 第二,你出生的月份是熟狗 狗是滑海星 所以應該做回創作的事 比較有機會升職 還有賺多一點錢 至於你剛才說的 什麼時候結婚呢? 每一顆星是說相合的 好嗎?不是相合 你說說結婚差一點 可能要等一年吧 好,那不要緊,是不是? 你把自己的手套上去做得很好 升職了,然後才結婚 加上皇帝星是寡人 寡人吧?寡人吧 寡人吧,對不對? 好,下一位 你好,我得到這一一 你好 桃花雲是愛做什麼事 讓我增加人緣 好了,這位應該坐在家很久 你現在出關了 我要報仇地報,快點 桃花雲不是別人看到你一見鍾情 現在不行,你戴口罩就見不到 現在不行 所以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 第一,你熟龍,龍無吉星 所以你要自己把你的所謂的長處 要發出來 所以學說話技巧 例如,或者學一些很特別的技巧 你對別人有價值 你的桃花雲就會好 桃花雲不是只用來看的 有時候可以看別人覺得 越跟你說話越覺得 這個很有才華 那就自然會喜歡你 所以你要做這件事 那在哪裡做呢? 原來今年的東南榮就是這個文昌星 文昌星不是再拿來考試,你知道嗎? 也可以去學新的技能 對,你不發覺的嗎? 一個人有智慧 是特別有魅力的 沒錯 可能戴著口罩對眼睛已經… 可以吸引到這個異性 好的,下一位 大哥你好,崔玲你好 明年就是會快到小孩的機率會比較高嗎? 是不是某些年份是不行就差點? 當然不是 有某些年份沒有人生小孩嗎? 就是 就是他們想到永遠都是外來來影響到他 他沒有想到一件事 就是他自己八字雙衝雙營 有這件事加上金眼 那是自己不開心 自己想到他覺得不行 這件事你當然覺得不是 不是,是這個八字天氣是外面的東西 整著我,令我生不到,蛋也生不到 其實不是,是你自己的屋子 他不肯黏著那顆蛋 那顆蛋就不黏了 那你怎麼懷孕呢? 所以有時候你要跟你自己聊一下 你知道嗎? 你怎麼跟自己聊呢? 你自己在跟自己說話 說一說,又不開心 這些不行,那些不行 所以這件事要改變 如果你真的要你裡面的磁場換了 那就有機會 這個我可以做他的證人 因為我也覺得外來的東西影響到我 接著我問他 他說我沒見過這些八字母子生 接著要生兩個 他說的 令自己開心一點 你這樣當你又想 我要投胎的 我當然要找一個很開心的媽媽的投胎 當然,我看到你很負面 當故事這樣說吧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這段時間你宅在家很久 那是時候回來了 因為生活也要繼續的 請問今年有哪些生肖的朋友 很適宜做一些交際 在社交圈子比較活躍的嗎? 有,熟牛的朋友 今年有紅聯星運 紅聯星是正桃花星 所以多點出外交朋友 有利的好處 還有今年還有金季星 金季等於別人送錢給你花 就是說有機會賺到錢 所以你是否要多點出來 餘下新朋友呢? 快點去扮靚靚靚,不要難…快點 那哪有這麼多人哭包? 你這個是正桃花 不關我事的 花鈴少女 珍妮 自從步入社會開始 生活重心除了工作 就是尋找愛情 但是隨著年齡的飛逝 珍妮參與婚姻殿堂的機會 越來越多 但結婚的不是她 默默看著別人結婚的背影 她踏遍城中各大月老妙 希望可以遇上一生最愛 月老月老 拜託你 給我一個真名片子好不好? 我要求不高的 我只要一個高的富的帥的 這樣就可以了 最終得到月老的提示卻是… 遠在天邊 靜在眼前 撥開雲霧 見天熱 月…月老 你…你到底想要講什麼呢? 你可不可以用白話文 講多一次 嗯… 其實… 阻礙你的桃花韻 是你臉上的黑斑 啊… 黑斑也會影響姻緣啊 當然會有影響 想要好桃花 她就須做主準備 擁有年輕發光肌 才能令你順利脫單 謝謝月老 謝謝月老 原來多年的寻寻秘密 問題不在桃花韻 而是我臉上的黑斑 多謝命運讓我遇上她 桃花韻 好人緣 在經濟領域陸陸續續開放 我們發現有一個現象 就是第一批傾巢而出的 一定是單身人士 你感覺到嗎? 也有可能 真的嗎? 尤其是一個人住的單身人士 真的差勁 因為真的運了很久 可能我們家庭就會很忙 你只要繼續工作 我又工作 因為有些單身人士 真的對著四面牆 所以一開的時候 不停地出來 他們要爭取這兩年 縮退了的時光 通常都爭取不了 為甚麼? 有些個案是這樣 就是女人 有些人覺得是… 我明明 生氣之前不是中女的 兩年之後 忽然燈轉了字頭 糟糕了 因為你越追越不能得到 你在家裡 如果網上交朋友… 也不會 有些人是網上交朋友 也行 但人們很喜歡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沒有桃花運 沒有桃花運 其實這件事是看錯了 很多人覺得 因為桃花才會遇到另一半 這件事是錯的 不害死人的 所以你要別人喜歡你 你有條件才行 這件事又重要了 有些人覺得 有條件不就是很漂亮 或者很英俊才行 其實不一定會說這件事 我們說的是價值 可能是你的思考、思想 即使你是情感 這件事也要有價值 有些人很激烈 你一點點是喊包 我問你, 誰喜歡 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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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就說而已 可以抱一下 又哭… 你不如做個糞便吧 不過這件事要請教他 我還記得認識他十幾年 十幾年 是 他當時擔心 每個人都問他 為什麼沒有女朋友… 他以為人家不發工 一發工, 馬上就一起來了 我還記得你結婚當日 你還在教課 我上課課 要教課 你晚上結婚了, 沒空 不好意思, 我稍後要早點離開 我交給我的徒弟 因為我晚上要擺酒 然後他就說了一句 Be careful of what you wish for 他的故事是怎樣的 你不要經常覺得 你自己是缺乏了一件事 是 那你就很容易得到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覺得 我要追求另一半 一直在找 你說找到嗎? 通常都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你的出發點是缺乏 你是沒有這件事的 你來自缺乏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你必須來自延伸 延伸是甚麼呢? 就是說你本身覺得 你是充滿愛 而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那就很容易得到 我不要說容易 是否真的很快 你很快得到 因為你經常是一缺乏 通常你是拜神 你是求甚麼? 你是求你冒那件事 你知道你是出發點是有冒的 所以你永遠是得不到 因為你是變成冒 很多人在這裡 又要求神拜佛 就是因為要找到另一半 如果你的出發點 永遠都是要求要得 就是說你本身是有冒 從冒那裡出發 這件其實已經是同一個宇宙說 我永遠都不愛 因為我是冒 但你出發點是滿足的角度 所以要拿這種東西 你是去給 要是給 當你是一個給 不是就不同了 整個世界都不同了 你就會是要求的 好了 在桃花 我們所說除了男女 或者是姻緣之外 都會說關係關係 家庭的融合也是一樣的 其實有些家庭就越來越融合 有些就… 你看到手瘋了 對,甚至乎有些國家 不知道是奶地方小 或者怎樣也好 就有很多分開的個案 其實這段時間 大家也要學會如何相處 其實在風水八字裡… 有得看的 其實都是來來去去的幾顆而已 又是紅亂星 又是天氣星 稍後又是鹹池星 都是這三顆而已 紅亂,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學八字的 就在屬牛的心肖 我嚴格來說 你這個是正桃花 但是不是一定要結婚才好 有些結婚不開心的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感情 但是你也要自己有價值 如果你是一個可以給價值的人 你永遠都是開心的 第二個就是屬羊的朋友 屬羊有天氣星 天氣的意思之外 起事,先認識就一般 時間長了,不錯 這個挺合得來的,又對話 其實這是一個又是正桃花 一個蒙水桃花 就是這個鹹池星 鹹池星即是兔仔 即是很快就解決了 即是很快就喜歡了 是 也可以很快就不喜歡 解決了感情 解決了感情而已 你別胡說壞東西 即是你得到之後 你怎樣去想長期 這是靠你自己 很多人覺得結婚是好事 不是,結婚才開始 即是我給了你一個開頭 你也要去經營 沒錯 記住一句說話 我覺得要講貢獻 就算你坐在家裡也好 你也要講貢獻 有貢獻就有長期 沒有貢獻就這樣 好了,最後一件事 就是經過這個疫情 在不同的報道當中 都有一件事叫做社交恐懼症 就是說人們困在家裡很久 可能就是習慣了 Zoom的四方框 他們出來做網絡、交際 他們覺得很大壓力 你有什麼忠告給他們? 不知改一下,對吧 這是人來的 就是對著電路,對吧 其實別說一定是Zoom 或者什麼 現在社會已經變了 網絡就是網絡的 網絡的功夫做得好就行了 對,對吧 對 真的,你只是表達新意 還有,如果你真的想留一個好印象 就不要經常被鏡頭打開 對 別人開會 經常開會 其實你是不是叫我 跟你一張照片說話 不,更慘的是一隻貓 更慘的是狗 好了,又來到有問必答 今年我們新增了 現場解答問題的這個環節 你要做事很簡單 就是探索你的訊號碼 我們就會有JY、DJY 跟他的專業團隊解答你的問題 在過去那幾集 大家反應非常踴躍 你隨時可以放下一些問題 我手上就是一個 他就是來自KL的SY 是1980年出生的 他說在公司工作了近10年 老實說,福利是挺好的 但是公司的文化比較有負能量 有時做到他自己都好像很有壓力 有些想法就是想離開這個所謂的舒適圈 熟後的,究竟這個轉變適不適合呢 當然適合 今年你是沖泰稅 不是,沖泰稅是說變的 好嗎? 其實主導變好過被人貶走 說真的,對吧?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適合 你又不是一棵樹,會動的 好,這是好時機 除了變成你的工作之外 你還想問是否變成感情 他說其實每次遇到好感的異性 永遠都是停留了好感的階段 就沒有進一步發展 今年他想突破 不僅要好感,我要多走一步 就是吃完它,對吧? 為什麼呢?今年是否好時機呢? 他有可能就是娶我的女兒 你隨便吧,你喜歡吧 如果娶我的女兒,你先問我吧 你自己的女朋友,你今天是自己 好,大家也可以陸陸續續 負你的問題下來 如果得到這些答案,難怪我事 我們經常說要作出改變 新一年,我們希望越變越好 我還記得去年生肖兔的朋友 其實很一般,因為沒有什麼吉星 今年應該有改變吧? 今年熟兔仔大改變 因為熟兔仔有太陽貴人星 太陽是一個極大的貴人 就是說如果今年像太陽一樣 可以照大地幫助其他人 你自己就會得到很多好處 還有,它也是天月貴人星 天月貴人就代表你出外 也會遇到幫助你的 教導你的貴人 所以要多點出去,就認識多點朋友 接下來有什麼行業會興旺? 你自己做過什麼好事? 你先曬日子出來 我可以,我轉行 轉行,這件是適合你 到黃丹